大家好,我是老胡,从今天开始我把自己过往所有言论观点进行整理梳理,形成一个胡论系列 也是希望诸位能从这些系列论述中得到一个比较系统化的认识 当然这些论述仍然是以老胡自己的理解为出发点 动机是统一认识,目标是指明方向,目的是解决问题 一切不利于这个动机目标和目的的,我也进行了增减 该添油就添油,该加醋就加醋 有的内容我也需要过一下开水去去味 今天就先从什么是原教旨社会主义说起 原教旨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那个原版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 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论述中是将社会主义这个文明等级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等级之上 在马克思自己所处的那个西方欧洲国家的当时历史背景下 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极致的时候,也就是最顶峰的时候 我们说厉害的人伟大的人不是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这一生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度过,没有踏入过社会主义 他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顶峰时期,发现了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规律 这个规律就是生产力规律,而一切生产关系均由生产力决定 进一步说,一切社会关系都是生产关系,都是经济关系,都是由生产力决定 再进一步说,一切生产力的体现均来自于工业生产,而不是农业 至于商业,那是围绕在工农生产力变化,而变化的周边关系 是一种延伸出来的社会关系,核心在工业和农业上 核心的核心在工业上 也就是因为这个规律的发现在工业生产力上具有代表性的生产力突破 发生了五次,第一次是石器时代,那个不算什么 今天的猴子都学会用石头砸坚果吃了 第二次是铁器时代,这个有突破性 因为铁是需要人工冶炼技术才能够打造出来 铁器时代大大的解放了人力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速度 第三次是蒸汽机时代 蒸汽机是人类第一次运用借力实力的原理 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生产力突破 第四次是电力时代 电力时代进一步解放了人力释放出来的生产力能力 超越了前面所有的生产力总和 马克思及其他的助手恩格斯就出生生活在这个时代 那这跟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资本主义首先我们需要客观的看到 它同样是在某一种生产力下产生的 与那个生产力相适配的一种生产关系 也就是社会关系 也就是经济关系 当资本主义上升到国家制度的时候 那是因为来自于社会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决定的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 这么一说的话 那资本主义也是有它非常积极的一面 正能量的一面 没错 这个结论我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同样还是那个真理 一切上层建筑都由经济基础决定 这个真理不变 资本主义的积极一面 也同样是产生于属于它的那个历史中 当时的生产力关系 我们稍微加深一下 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 当生产力从铁器时代进入到蒸汽时代后 借力使力不费力的生产方式就出现了 这个时候由过往的那种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上层建筑 便逐步完全显露出来 就是说既然借力使力不费力 那么这个力可不可以是人力呢 要知道以前这种意识是非常淡漠的 以前几乎不会有人想到 人还能作为人力工具去使用 有人说不对 奴隶社会就是把人力当成人力工具的 我也要纠正一下 奴隶社会严格说它不算是一种经济社会 而是一种权力社会 权力社会一切都是由强权与压迫决定的 它还谈不上是文明社会的形态 文明社会是经济关系 是比较平缓的相对太平的 是你情我愿的一种社会自然分配的生产关系 蒸汽机时代后 更多的生产力工具被运用 更多的社会物质被生产出来 就存在一个如何分配的问题 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就应运而生 资本主义认为资本是自由的 人人都可以拥有它使用它 并且享受它带来的红利 社会物质由过去的物物交换 演变成物货币物这样的交换方式后 货币就成了衡量一切物质价值大小的标准 而资本正是货币的一种表现形式 资本认为通过物货币物这样的交换过程 有人自然的就拥有了更多的货币 有人自然的就拥有了更多的物质 这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这个过程并不存在谁强迫谁 谁压迫谁的现象 也就是说这种生产关系 大家都认为是公平的 即使到了后边的不公平结果出现 那也是一开始由于自己的原因导致的 并不能怪罪于别人 比如说有人生产过程中病倒了 死亡了 暂时就无法获取更多的物质了 也就无法掌握 暂时不需要物质 而由货币暂时掌握着的财富的象征了 也有人本来手里掌握了更多的货币 他可以随时用货币购买自己不同的物质需求 但是某件事情的发生 只能让他只花钱不赚钱 那么结果这个钱花完了 就成了没有货币也没有物质的人了 最后怎么办呢 这些逐步沦为既没钱也没有物质 也没有能力换取生产工具的人 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别人的生产工具 人力工具 这个过程 他们获取人力工具所得到的报酬 这个时候双方达成了一种默契 也就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平衡 当这种生产关系自然发展 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 就逐步的向纯粹的经济关系发展 资本主义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发展 而从社会化生产角度看 这样的资本主义顺其自然发生的一切经济关系 也是最符合人人都想着自己 人人相思的那种最本源动机的 换句话说 资本主义自己也认为 只有他们的这种上层建筑 才是人类社会最文明最先进的 也是最符合人人意愿的制度 而实际上他们说的并没有错 事实上确实是如此 那么社会主义呢 马克思呢是这么回事 马克思看到了这些社会关系变化的内在规律 在与生产力变化这个核心要素上 也就是说 马克思坚信 既然人类社会有石器时代 铁器时代 争气器时代 又到了他们所出的电力时代 那么将来 以后还会必定出现更高的生产力时代 只要这个生产力时代不断的更新 那么与他相适配的生产关系 社会关系 经济关系 也就是上层建筑 也一定会发生改变 这个时候 马克思的预测是对的 果不然 后来我们又进入到了计算机时代 互联网时代 物联网时代 人工智能时代 下一步还回到量子科技时代 马克思没有准确判断下一个时代 就是计算机时代 但是他却给出了资本主义 只会发展到与他相适配的那个生产力时代的末期 就到头了的准确结论 用马克思的原话是说 只有当资本主义把他的生产力水平释放殆尽的时候 也就是他寿终挣钱的时候 那么后人出现了一种疑惑是 那什么时候才算是生产力水平释放殆尽的时候呢 这个马克思没有说 他也没法说 所以马克思学说 有时候我们只能当他是哲学去看待去对待 也就是说呢 他给出了方向 给出了规律学说 是方法论 那么时代发展到今天 马克思当时没有回答的问题 我们今天可以回答了 那就是当下一个生产力时代来临的时候 就是上一个生产关系消失的时候 具体就是 当计算机时代来临了 互联网时代来了 而仍旧处在上一个生产力水平的资本主义 这个制度化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 也就要消失了 马克思说 这个新的社会生产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综合一下反映在上层建筑 就是社会主义学说 很显然 这个社会主义新学说 也必定的是建立在旧的资本主义学说之上 认定了这一点 也就必然的认定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是事物新陈代谢的内在规律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这么一定性它的逻辑性和科学性都具备了 那么社会主义这个新学说的社会关系 生产关系 经济关系 是什么样的呢 在马克思看来 这就是一个更高文明 更进一步释放生产力的 更进一步完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一种社会模式 那么前面说资本主义那种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 是最合理最自然而然的社会关系 这会怎么又说它仍然需要更新呢 那是因为马克思看到的规律是 任何一种社会关系 必然与它历史当时阶段相适配 而越是到了这种生产力的末期 这种生产关系的矛盾 就会日益暴露并且严重起来 果然当资本主义生产力进一步释放 生产关系越来越倾斜式发展 最后演变成人剥削人 人压迫人的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的时候 这些问题完全暴露 而且不可逆转 要改变这些矛盾的途径有两种 一种是通过革命形式 暴力推翻上一个陈旧腐朽的上层建筑 强行进入到下一个新的上层建筑秩序 另一个是通过工业革命 让生产力进行自我更新换代 然后再由这种生产力的变化 自然的淘汰上一个旧的上层建筑 过渡到下一个新的上层建筑 马克思注重以后一个自然过渡方式 因为马克思自身并没有试图通过革命手段 去实现下一个目标 但是他的理论基础 却给了后辈人通过革命手段 实现目标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内在规律 必然存在他的末日来临 而以社会主义新学说 替而代之的是 社会主义是在新的生产力下 产生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无法准确的判断新的生产力就是计算机时代 但是他倡导的新的社会主义关系 首先是去除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 一切不合理的因素 比如说他倡导的社会主义社会里 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以及这个公有制下 必然产生的劳动成果公有制 人人劳动 人人参与劳动成果分配 因为一切都是公有 不存在私人霸占其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 不存在劳动剥削 就不存在人压迫人的事情 在社会主义形态中 国家这个机器仍然存在 国家的最大功能就是保护权力 保护什么样的权力呢 就是保护将这种公有制的分配机制 进行到底的强制力 也就是说 马克思理论性的创造性的设计了一个 理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态 在这个形态下 人人都是共同富裕 也是共同幸福的 但他无法将这种理想的社会形态 嫁接到一个什么样的生产力 这个基础之上 这也许就是这个原教旨社会主义 最大的一个理论缺陷了 但无论如何 这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 最原教旨的思想表达了